现在来介绍的是组合的公式 组合的公式的话呢 我们最常用的话呢 就是这个CN取M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由N个不同的物件之中 挑出M个 有几种方法呢 有CN取M的方法 那么我们要介绍它的计算方法 计算的方法是这样的 CN取M的话呢 怎么计算呢 上面的话呢 一定是要比下面的要来的大 N一定要大于M 那上面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是N阶层 下面这个的话呢 是M个阶层 再乘上 N-M的阶层 这个公式的话呢 要不要了解它的一些来源呢 其实它的来源是非常简单的 来解释一下 现在的话呢 有N个不同的物件 它有N个 我们上面的话呢 这些都是不同的 好 我们来这么说了 我们要挑出M种 M是小于N 那么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要挑出第一个的时候 请问有几种选法呢 有N个选法 第二个的时候就变成了 N-1 那各位同学看看 那么我们一直挑 一直挑 挑到什么时候呢 挑了M次 是不是一直要乘乘乘 乘到几呢 N-掉M加1 这么多次 这个是这么多种挑法 好 那问题来了 各位同学必须要知道 组合是没有顺序观念的 我先抓这个跟后抓这个 是没有差异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不需要排列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除以 它们之间的排列数 这边一共有几个呢 有M个 所以我们这边要除以一个 M阶乘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 这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继续写下去 我们把底下的话呢 补上 我们把N的话呢 这个地方继续补 补到1 乘到1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看这是什么 这边的话呢 就是变成了 N-M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上面直接的话呢 为了好记 我们直接的话呢 将它扩充 那这边就会变成了 N-M的阶层 从此以后就记得了 组合的话呢 N个里面挑出M个 我们的计算方法叫做 CN取M就可以 那计算的时候 记得大家要使用的是 对销的方法 计算才会比较简单 这个地方是否计算的 我们下期见到